我的家在东北松花江上 冬天的松花江啊是千里冰封 采冰呢是当地历史悠久的民俗活动 继而也生成为了哈尔滨冬天 第一个盛大的节庆就是采冰节 那今天呢我这个地道的东北妹子 就要客串一下导游小林 来带大家探访神秘的哈尔滨采冰节 跟我来吧 哈尔滨采冰节的开幕大典 是中国最大的采冰运势 一定不要错过是观赏采冰民俗 像迎风起义镇天谷 祈福祠出征酒 采头冰季红韵等 骑破寒风古镇天池 采冰汉子们已经喝起了出征酒 吼起了嘹亮高亢的采冰耗子 出征了 采头冰是采冰节的重头戏啊 冰马头率领着采冰汉子们 采出今年的松花江第一冰 冰岛等原始的采冰工具 重复着开冰 切冰勾冰等传统的采冰流程 这些冰呢 将被运往哈尔滨冰雪大世界 经过能工巧匠的清新雕琢 成就震撼世界的冰雪奇观 刚才我们见识了好看的民俗表演 接下来带大家品尝美味的冰雪盛宴 那我手里拿的呢 这个就是哈尔滨大名鼎鼎的 马蒂尔冰棍 冬天吃一口冰棍啊 真是凉到舌尖 甜到心里 就是一个爽 当当当 小林敲黑碗 免费的冰雪盛宴 别错过啊 冰水炖浆鱼 热气汤汤 冰水煮饺子 皮薄馅大 还有这个冻梨 冻柿子 冻冰棍 这种东北冻货 一定小心个牙哟 今天哈尔滨的气温是 零下9至零下18摄氏度 松花江上 寒风凛冽 但是这丝毫没有影响 采冰人的采冰热情 也没有影响游客的玩耍热情 冰天雪地 就是天然的冰雪游乐场 我在这玩的是非常的开心 那悄悄告诉游客朋友们啊 如果你来到这呢 可以自备冰嘎 爬猎 等等一些冰雪娱乐的工具 这样就可以任意在这玩个够了 还有一个小惊喜 可以免费领取首日冰 带回家做纪念 讨一个吉祥主义的好彩头嘛 在这儿啊 也祝愿各位网友 2021年平安喜乐 万事顺遂 让我们相约在哈尔滨 美丽的冬天吧 拜拜啦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